好 大家晚安 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的网上学习 这是第十九次了 今天的内容呢 海岸一网一样 是两章 一个是天使的天真 一个是天堂的平安 念几段经文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 明书记六章二十六节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神之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禁去 马可福音十四章 十四到十五节 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六到十七节 这边呢我引一段 一句苏格拉底的话 非常有名的 大家都知道 但是大家翻译的方法不一样 他说唯一真正的智慧 是自知无知 有的人把它翻译成 就是说我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 我一无所知 苏格拉底大家都知道 人类历史上是有名的大哲学家 大哲人 具有巨大的聪明才智的 竟然他说唯一的智慧 是自知无知 咱们看看在天堂里面 这个智慧是什么样的状态 第31章 天使天真无邪的秉性 世上了解何谓天真 或天真的性质的人不多 陷入罪恶者 对此毫无所知 虽从眼见的表情 声音 身体的姿态 特别是因而可看出天真 人 却依然不知天真为何物 更不知天堂就藏于天真之中 而与人同在 为禅明缘由 我愿按顺序讲解 先说说婴孩的天真 再说说智慧的天真 最后谈谈天堂的天真 婴孩的天真 不是真正的天真 因为它只是一个外表 不是内在的天真 不过我们可以从此 大致了解何为天真 因为它确实从孩子的脸蛋 身体的姿态 压压血语的常识中 表现出来 也感染着身边的人 但它不是真正的天真 因为孩子尚无内在的思想 不能分辨善恶真伪 而这些认识乃是思维的基础 请注意 能够分辨善恶真伪是思维的基础 所以孩子没有任何预先的考虑和打算 也就没有任何邪恶的意志 没有因己欲就是爱自己 和物欲就是爱世界而形成的己相 他们不将任何东西 而将所得的一切 全归父母 获得一点小礼物 他们就感到满足 享受 他们不为衣食忧虑 不为将来担心 他们不瞩目世界 也不求多得 他们爱自己的父母 保姆玩伴和他们天真无邪的玩耍 他们愿意接受引导 听话顺从 在此状态下 他们是凡物皆有生命 所以他们有相应的习惯 语言初步的记忆思想 只是不知道这些天分从何而来 天真的状态正是他们接收 吸取这些天分的载体 但是正如前面所说 这种天真只是身体上的 是外在的 不是灵性上的 他们的心智尚未成形 因为心智是人的悟性和意志 以及两者所生的思想和情感 我从天堂得知 因海尤为主所眷顾 他们从秉性天真的那层天 接受灵流 该灵流经由他们的灵性 现在讲的是天堂的孩子了 已经不是人世间的这个小孩 这些灵流经由他们的灵性 独以天真感染其心 从孩子的脸蛋和某些态上 所显出的天真无邪 即源于此 深深感染父母 产生父母之爱的 也正是这天真 现在讲到真正的天真 就是智慧的天真 才是真正的天真 因为它是内在的 属于灵性 因而也属乎意志和悟性 有天真在其中 也就有智慧在其中 因为智慧属乎意志和悟性 所以天堂有言 天真 天真 欲于智慧 天使有多天真 也就有多大的智慧 其证据是 他们看到天真的人 不将任何善归于自己 而将一切皆归于主 因为他们确确实实认识到 知道这个世界 其一切都是在主所创造 全靠主维持支撑 滋养的 所以他们希望盟主引导 而不是由他们自己引导 他们热爱一切良善 以一切真理为乐 因为他们了解且觉察到 热爱良善 即立志并行出良善 热爱就是爱主 热爱真理就是爱邻舍 所得不论多少 他们总觉心满意足 因为他们知道 或多或少 总是予己有益 若少为好 所得便少 若多为好 所得便多 就是适当 适可而止了 只要自己够用就行了 就知道很满足了 他们自己不知怎样最好 因为只有主知道 他们把一切都交托给主 主赐予的一切 皆注重永恒的效用 主赐予的一切 不一定是完 不一定是考虑你目前的利益 考虑的总是永恒的效用 所以他们不为将来忧虑 他们说 为将来忧虑 无非就是患得患失 害怕失去或得不到 得不到什么东西呢 就是那些生活本不需要的物质 对待朋友 他们心中从无恶意 完全凭良善 公平 信实 与朋友相交 他们说 凭恶意而行 乃是狡诈 当避之如毒蛇 以其与天真 完全对立 他们最大的愿望 莫过于被主引导 加之他们将一切归于主 也就得以放下自我 如果能放下自我 主就得以流入 正因如此 他们并不将主的话 存入记忆 不论是学字圣言 还是文语讲道 而是当下听从 也就是立志并行出来 意志就成了他们的记忆 他们看似相当愚钝 实则大有聪明智慧 我们的老子早都说了 描述这样的人 叫做大智若愚 主说 你们要灵巧像蛇 训良像鸽子 指的就是这等人 智慧的天真 其性质 便是如此 天真既不以善自居 而将一切归于主 又乐于被主引导 得以接受 导向智慧的一切良善与真理 我们也就如此被造 年少时 我们显出外在的天真 成熟时 我们进入内在的天真 由外入内 人正是这样 老了以后 身体退化了 又变得像孩子一样 然而是一个有智慧的孩子 或说一位天使 因为在最高的意义上 一个有智慧的孩子 就是一位天使 正因如此 在圣言中 孩子表天真的人 长老表天真的智者 如果一直能够得到主的引导 越老越天真 那是大福气 我们世上常常有那种 所谓的老奸巨华 那就绝对没有了天真了 完全是相反的状态 重生中的人 情况与之相似 重生是人灵性的再生 重生中的人 首先被带入孩子的天真 承认自己在真理上的无知 和在善行上的无能 觉悟真理和良善 都出于主 并因真理和良善 本身的缘故 而热爱之 寻求之 随着年岁的增长 主将这些赐予我们 我们首先获得相关的知识 然后从知识进入聪明 最后从聪明进入智慧 这个聪明可以是天真的 智慧确确确确实实 需要人的灵性 需要一定的感悟 有的人很聪明 确确实是很聪明 但是一看他聪明反背聪明物 没有智慧 在此过程中 始终有天真 携手相随 所谓天真 正如前面所说 就是承认自己 在真理上的无知 和在善行上的无能 觉悟到 真理和良善 都出于主 无此信念和觉悟 人 无从承受天堂 智慧的天真 根本就在于此 天真 因如此 天使得以进入天堂 在乎他们处于天真之中 也就是专注于神性之善和神性之真中 因为专注于慈良者之中 就是进入了天堂 所以天堂照个人的天真 而有所分别 住在第一层天的 其天真处于第一层 住在第二层天的 其天真处于第二层 住在第三层天的 其天真处于第三层 后者 就是这第三层的天 天堂的人 就是天使们 是天堂最天真的人 因为他们最乐于被主引导 如孩子被父亲引导 正因如此 他们接受神性之真 不论是直接得于主 还是间接学自圣言和讲道 都是直接进入意志 辅助行动 成为生活实际 这样他们的智慧 就远胜较低层的天使 凭此特质 他们最近于主 从主获得天真 他们远离自我 仿佛住在主内 他们看似愚钝 在较低层的天使看来 甚至好像孩子 其实他们是最有智慧的天使 他们觉悟到 凭自己没有智慧 得智慧 正是要承认这一点 也承认自己所知的 与所不知的相比 乃微不足道 苏格拉底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那句话 他唯一真正的智慧 是自知无知 了解认识 觉察这一点 他们称之为 通往智慧的第一步 另外他们是赤身的 因为赤身对应天真 关于天真 我与天使谈论甚多 我被告知 天真是一切良善的根本 善之为善 在于有天真在其中 同理 智慧之所以为智慧 在于天真的参与 爱 意 信 意夫如是 这里面都有天真 在其中 相伴而行 正因如此 若无天真 没有人能进天堂 主的话正表达了 这个意思 他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神之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 也就是若不成为 天真的一样 你断不能进去 在这句经文中 小孩子表示天真的人 主在马太福音六章 二十五到三十四 这么一大段里面 描述了天真的状态 但他是以 纯粹的对应来说的 善之为善 在于有天真在其中 因为凡善接触于主 而天真在于 乐意被主引导 我还被告知 只有借着天真 真理和良善 才能彼此相合 天使若非 心有天真 就不能成为天使 原因也在此 对任何人而言 真理与良善 若非在他心里结合 天堂就不在他心里 真理和良善 这两个非常核心的价值 你有了真理 你懂得所有天下的道理 但是没有良善 我记得有一句 有一个格言讲 聪明用于正路 越聪明越好 而文章功名事 一成其美 真理 这个聪明用于邪路 越聪明越糟 而文章功名 事迹其间 就是你有了很多道理 这些道理还都是正确道理 真是真理 但是你如果没有良善 那就不可能干好事 那就肯定要去 要用他的知识 要去干坏事 如果这两者 不在他心里结合 天堂就不在他心里 真理与良善的结合 因此被称为 属天的婚姻 在瑞公的书里面 好多处都讲到 真理与良善的结合 与婚姻 这两个字来描述他们 而属天的婚姻 本身就是天堂本身 我还被告知 真正的婚姻之爱 源于天真 因为它产生于两个灵 即丈夫与妻子的 善与真的结合 当灵性的结合 下降到身体 就表现为婚姻之爱 因为配偶双方 彼此相爱 正如两个灵性 彼此相爱 婚姻之爱中 如天 如孩子般 天真无邪的戏丸 积源于此 对天使而言 天真既是其良善的根本 那么主所发的神性之善 必是天真本身 因为流入天使 感动其至身的本性 使之 使之适于接受天堂的一切福分的 正是此善 孩子的情况 与之相似 主的天真流经其心 使之成行 并适于接受天堂之爱的良善 因为天真之善 在其心内运行 是一切良善的根本 这说明一切天真 皆出于主 主在生年中 也因此被称为羔羊 因为羔羊代表天真 天真既是一切天堂之善的核心 自然就强烈影响人的灵性 以至当被那层天的天使靠近的时候 这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某一个人 能靠近那层天的天使的时候 这个感受到比人 就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控制 喜不自禁 与之相比 世间的一切乐事都显得微不足道 我说这些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 他瑞公有自己 非常明确的 那个是明明白白的亲身经历 凡处于天真之善的人 皆为天真所感动 人若处于此善 就为天真所感动 反之不在天真之善的人 就不为他所感动 故此凡在地狱的都与天真完全对立 他们不知何为天真 乃至于越天真的人 他们越发燃烧着加害的欲望 所以面对孩子 他们根本无法忍受 总是燃烧着恶毒的欲望 抑郁加以伤害 人的自我 也就是爱自己 与天真是完全对立的 因为凡在地狱的 皆限于自我之中 然后下一张 天堂的和谐 这一张比较短 天堂和谐的景象 实际上也就指的是天堂的平安 对天堂的平安没有体验的人 不知天使享受的是怎样的平安 活在肉身时 人无从享受天堂的平安 无法获得相关的体验 因为他的知觉 尚处于肉体的层次 为体验之 人须提升思维 出乎肉体 就叫做出离肉体 从这个物质的这种思维方式里面 超越出来 超脱出来 进入灵力 乃至与天使同在 我既如此体验过天堂的平安 就能加以描述 但不能描述其真实相 其实相 因为人类的文字有限 文字的描述 仅止于满足于神的人 所享有的灵性的平安 这句话呢 我理解是这样的 就是他所描述的这些平安 如果你不相信神 你和神的灵 没有接触 没有沟通 不被神的灵引导的话 这时候描述的这些平安 你都会觉得好像是 无关痛 一点都没感觉 完全不能进入到 你自己心里面 你能够体会它 加上瑞公 我们人类的文字 确实有限 亚哥你好 我要把你的那个 摄像头给你关上 好 谢谢 天堂的核心 核心价值有二 即天真与平安 这个价值两个字用的不一定准确 良者处于核心 因为他们直接出于主 天真产生天堂的一切良善 平安产生属于良善的一切快乐 凡善皆有所乐 善与乐皆关乎爱 因为凡有所爱 即被称为善 即使恶人 他也认为他所爱的事情 都是好的 都是善的 也被感受为乐 所以天真与平安 这两种核心的品质 是发于主之爱 从核心处感动天使 上一章论述 天真是良善的核心 对于天真之善所受的喜乐 平安 是他的核心 这个喜乐不是让你要大喜若狂 而是你心里面 没有忧虑 没有 没有这个挂念等等 一切都是觉得很 非常非常安详 这个平安 就在这个喜乐的核心里 先说平安从何而来 神性的平安藏于主的里面 产生于他的神性与神圣之人 在他里面的合一 这是讲的主 他的神性和他神圣之人 就指的主耶稣 天堂的平安 其神圣的品质是出于主 产生于主与天使的连结 具体说 产生于每位天使里面 良善与真理的连结 这是平安的源泉 由此可推断 天堂的平安 就是神性以祝福的方式 最深的影响着 出自那里的一切良善 这一句话 我当时第一次读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非常激动 觉得对这个解释 我觉得非常美好 由此也带来天堂 每一样的快乐 其本质乃神性之乐 源自主的神性之爱 即主与天堂 及其内每一位天使的联合 主在天使内 以及天使从主所感受的 这种喜乐 就是平安 他从源头清流而下 服于天使各种福分 喜悦 幸福 此所谓天堂之乐 平安既源于此 经上便称 主是和平的君 且说平安出于他 在他内 在主内 天使也因而被称为 平安的天使 天堂也被称为 平安的居所 如以下经文 您有一婴儿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 测试 全能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于平安 必加增无穷 这在以色亚书九章 六到七节 主要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公义的果效 必是平安 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局所 你看这个主反复强调的 他不赐你金钱 不赐你房屋 不赐你地位 他赐你平安 这个东西可确确实实 不是拿世上的任何东西能换来的 我拿多少金钱能买来的 那都不可能有 而且我们也看到有些人 有些追随主的人 有些信主的人 但是当他在遭遇不幸的时候 遭遇巨大的病痛的时候 人家心里有平安 这个太难得了 平安既指主天堂 天堂之乐 良善之乐 愿你平安就成了古代 延续至今的问安之语 我们经常见到牧师啊 长者啊见面的时候 第一句话平安平安 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理解 怎么老说平安干嘛 现在慢慢慢慢知道了 这个平安啊 可是太重大了 太重要了 太无价了 主差遣门徒是也确认了这一点 他说 无论进哪一家 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 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 你们所求的平安 就必临到那家 主向使徒显现时 也是说 愿你们平安 看这个平安两个都是何等的珍贵 平安既然是指主的神性 与他神圣之人性 在主里的合一 并主于天堂 教会天堂的每位天使 即教会的每位接受他的信徒之合一 以平安命名的安息日也就设立了 以作为这些事的纪念 他成了教会一个至圣的象征 主也因此自称为安息日的主 天堂的平安 既是神性的祝福 从深处影响着天使心里的良善 那么平安就不显现于外 请注意 平安并不是你在那里大喜若狂 手舞足蹈 那不是平安 只是感受于心 行善时感到快乐 听闻合乎其善的真理时感到快乐 行善时感到欢喜 感到快乐 发觉良善与真理结合之 感到灵性的愉悦 但是平安也着实流入 他们的行为和思想 表现为喜乐 甚至有的时候真是会喜行于色 但是这个真真正正是 一种平安的快乐 在天堂根据天真的程度不同 平安的智与量也随之不同 因为天真与平安是携手并行的 正如前面所说 在天堂天真是一切良善之源 平安是一切喜乐之源 由此可以推断上一章如何说天真的状态 现在也可以照样说平安的状态 因为天真与平安结合 正如良善与喜乐结合 事实上良善在喜乐中得到体验 喜乐因良善而得到彰显 由此可见 那层天的天使处于第三层的平安之中 就是最高层的 也就是最智慧的 因为他们是住在第三层的天真之善中 较低层的天使处于较低层的平安 因为他们乃住在较低层的天真之善中 通过观察孩子 可知天真与平安并行 正如良善与喜乐并行 因为天真他们享受平安 因为平安 他们得以尽情的玩耍 但是他们的平安 只是外在的平安 指的孩子 内在的平安 正如内在的天真一样 只存于智慧中 既存于智慧中 也就存于良善与真理的结合中 因为智慧源自良者的结合 人若因良善与真理结合 而合于智慧 并因此以神为满足 天堂之乐或天使之乐 也就陷于其心 只不过当人尚在人间之时 此生没有结束以前 平安被藏于灵性的深处 等到离开肉体 进入天堂 平安就会显明出来 因为那时人的内在将要被打开 神性的平安 既产生于主于天堂的结合 细而言之 产生于真理与良善 在天使内的结合 那么当天使住爱里时 住在爱里的时候 自然也就处于平安的状态 因为此时良善与真理 在他心里合而为一 人在重生的过程中 情况与此相似 当良善与真理 在他心里结合 特别是胜过了试探之后 这个重生的过程 新耶路撒冷 及其属天交易这本书里面 有非常详细的深入的描述 特别是胜过了试探之后 他就得以进入天堂的平安 所产生的喜乐之中 这平安好比春天的清晨 黑夜过去 地上的万物 因太阳的升起而重获新生 从天而降的甘霖 使绿叶发出淡淡的芳香 弥漫四方 春天的温暖 滋生肥沃的草场 使人神清气爽 因为清晨或春天的黎明 与天使的平安状态 是相罪因的 陷入罪恶的人没有平安 事实如愿时 他们虽显得安稳平静快乐 但那只是表面 没有内在的实质 心里所藏的其实是敌视 仇恨 报复 残忍 和各种邪恶的欲望 一旦有人不顺其志 他们就燃烧起这些欲望 当无惧任何约束时 就会爆发 这是人死了以后 也就没有任何约束 那个进入地狱的人 他就 他就简直是 无所不为啊 所以恶人的快乐 予于愚痴 善人的快乐 予于智慧 良者之别 恰如地狱与天堂之别 小节 天真与平安是天堂的核心 他们是发于主之爱 天堂的天真是一切良善之源 平安是一切喜乐之源 天真就是承认自己在真理上的无知 和在善行上的无能 觉悟 真理和良善都出于主 乐于接受一切良善和真理 天真与智慧并行 听闻真理 当下顺从 立志 践行 这就是智慧 善之为善 因为因有天真在其中 智慧之为智慧 在于天真的参与 平安是主的神性 与他神圣之人性的合一 是主与天使 及每位接受他的人的合一 天堂的平安是神性的祝福 此平安不显于外 只是感受于心 欢喜行善 快乐闻道 乐见良善与真理结合 陷入罪恶的人没有平安 如愿时表面安稳平静快乐 心里所藏的却是各种 邪恶的欲望 好 这一部分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